我 華盈 華盈想清楚 既然你對我無情 我也不須對你有義 華盈,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殺了你 我要畫你的臉 華盈 華盈, 你冷靜點 華盈 華盈 這把匕首你一直放在我身邊 是 既然你和畢弟公主已經吃了齊 這把匕首我去拿回 不可以, 你不能拿走它 為甚麼 我問你為甚麼 她的主人已經不在我身邊了 所以這把匕首一定要留下來陪我 別想害我, 夫君 別打了 華盈 別打了 你們兩個停手, 別打 別打, 停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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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怎麼樣 我沒事 為甚麼你幫我 因為我辜負你的義太多了 夫君, 你不要死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死的 你給我敷藥 我兒子 我兒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君, 你的傷剛好起來 就出來吹風, 很容易著涼的 我看你睡了這麼多的床 個人那麼悶, 所以就出來走走 那你的傷… 好起來了 也不是出來吹風的 夫人, 你對我真好 就算要我現在死的話 我也死而無緣 一天是我不好 我不應該沒問清楚 就跟華燕公主打氣上來 她當時女扮男裝 你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華燕公主 她怎麼可以怪你呢 總之一切都是定數 不知道她現在回到西巡怎麼辦 阿玉 阿爹, 她回來了 阿玉 叫你去撿薯枝 為甚麼要撿這麼久 我的薯枝很粗, 很難砍 我砍了很久才砍到這塊 這麼粗, 怎麼做之明 粗就對了, 爹, 粗不容易斷 為甚麼他生這麼粗的兒子 阿玉, 阿玉, 阿玉 阿玉, 阿玉 阿玉, 阿玉 阿玉, 爹說我吃得太粗的就是不對 算了…娘就跟你撿過那些藥 算了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樣 我看來真的沒事了 我扶你去那邊休息 你怎麼搞的 怎麼樣 好一點嗎 好一點 對了, 怎麼會這樣 我小時候, 曾經只有一個怪病 是不是哮善 你怎麼知道 我大哥他曾經替我提過這個病 對, 自他所言和你的症狀一樣 你大哥懂得醫術嗎 可惜他不在世上 如果他在這裡的話 他的病可能用得醫 我這個病, 時發時好 都是因為天理寒冷才會發作 你記不記得我怎麼帶你去那裡 今天是你君父的仇神 我們每年都來的 不經不過, 又過了一年 既然我們兩個 不可以面向君父和他觸手 只要搖了他的身體健康 君父, 神義不孝 不得你的批准就私自成辰 一神義, 帶我的妻子 來這裡向你遙遙祝福 君父, 不知道你現在怎麼樣 人來呀 人來呀 愛妃, 給我叫人來吧 你怎麼又起床呢 我想喝水 等我疏頭, 我叫人去針給你 娘 君父, 今天是你壽神 孩兒特地煮一碗長壽麵給你吃 乖 還有, 神義祝你福壽康寧, 萬壽無疆 君父的病, 也挺難有喜悉的 君父, 你的病還沒康復嗎 娘, 你怎麼說君父的病已經康復了 怎麼回事呢 那他沒甚麼事嘛 君父病成這樣, 你竟然說沒甚麼事 這些老人病算是甚麼呢 不用大驚小怪 但是君父多辛苦 算了…沒甚麼事 怎麼回事呢 君父, 你經常困在房間裡 這麼悶悶, 病也不會痊癒 不如這樣吧, 我帶你去花園走走走 你君父不太舒服 你們出去一會兒就好了 別去那麼久 好久了 君父, 累不累, 休息一下 不用了 君父, 看你精神好多了 不如多出來走走走 我每次叫你娘出來陪我 一定不贊成 好久了 大齊, 看那個是誰 那是玉花園的玄丁 怎麼這麼熟練呢 我去看看 主公 不得, 叩見主公 好久了 胡國寇, 你怎麼會做到玄丁上來呢 主公, 胡特老了 朝中再無立足之餘地了 是呀, 這麼大件事都不跟寡人說 君父, 臣兒對於此事也不清楚 主公, 此事的確與世子無關 這件事究竟是哪個主意呢 自從主公沒有臨朝聽證之後 朝中的一切大小事無 完全是由君夫人和梁母兩個人把持的 是他和梁母的主意呢 主公, 如今盡國已經到國是日非 民怨沸騰的地步了 如果主公還不回來 掌理朝政 那盡國之夢就自日可當了 我怕有心無恨 主公, 請恕老神職業 不過, 當年主公 真是冤枉了松椅和賢兩位公子麻煩 才會鑄成今天之大錯 當時寡人一時 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如果主公真的有重振國威的心 如今還不算太遲了 胡國求你有何高見 主公, 松椅之言就舉國皆知 只要主公頒下國書 照義公子護國輔助朝政 振興盡失 全國實一定人心大振 我這麼想 我怕松椅仲老人意我肯回國 君父, 二哥一向忠於國, 孝於親 我相信二哥一定要恨君父來的 那好, 聽我頒下詔書 照松椅回國 謝主公 真的有這回事 是 老鬼扮了命令沒有 還沒有 我們還有轉機, 事不宜遲 看來也是正確送病軍歸天 不過, 如果我們這樣做 怕不怕引起朝臣和百姓的不滿 我們有所顧忌 所以要留他們老命到現在 現在他逼得過來, 怪不得我們 我們已經沒有另一條路可以走 我們沒有另一條路可以走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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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的臉色這麼差 你是不是很辛苦 我的臉色很差嗎 是呀, 別說太多了 先喝一碗藥 這碗藥是我親手煮的 甚麼藥 不是 就是你每次喝那種藥 味道這麼乖 快點喝吧, 冷了就不好 喝吧, 趁熱喝 你怎麼樣 我想喝一杯水 先喝一杯水 好吧 你怎麼這麼做 問你自己 為甚麼 你趙松義回來對付我 讓我逼緣無奈, 才下此毒手 我叫松義回來 是振興進國, 並不是對付你 松義回來 見到進國如此情境 他又怎麼會罷首 人來 人來 你儘管叫 就算你叫破喉嚨 也沒有人理你了 你叫吧 外妃 外妃, 難道你不念情分嗎 如果我不念情分 我早就已經下毒手了 怎麼會等到今時今日呢 這麼多年來 怪人對你不搏 你不搏 沒錯, 你對我很好 但是你記不記得 是你派邊攻打我利用國 你害得我國破家窩 你還殺死我的大王 國手間 我不能不保 我 我為了你出兵攻打利用 才令到生靈同態 真是罪有應得 這本藥我一定喝 是 不過, 我臨死之前 我有個要求 你說 當年出兵攻打利用 無非要看你的圓骨毛 我現在死了 你可不可以再跳一次我看 我現在死了 死了我 你死了嗎 如果不可以再跳一次我會死了 你死いただ幾乎 我心想避免我 你死了吃我 我心想避免我 我心想避免你 我心想避免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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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殿主公 願主公郭君彰雄平復四海 靠殿主公 靠殿主公 願主公郭君彰雄平復四海 勉禮 謝主公 為甚麼不見了胡國舅呢 啟稟主公, 微臣已經找過胡國舅 胡國舅已非禪中大臣 李克將軍再去找他 莫非李克將軍和胡國舅 一齊最深的懸疑 因為胡國舅他愛同先主之死 無心向正 他願意繼續做圓丁的工作 他將你的義士託在下 轉告給君夫人和梁大夫知道 寡人今天正式登基 按照先朝律例 民臣武將一律升官三級 謝主公 至於... 至於梁大夫因為對朝廷有功 所以獲風為上國 謝主公 君父駕崩 沒錯 你身為進國公子 是很應該回國奔索 這裡所有的東西 就是拐人送給你作為回國之用 秦厚, 這些東西對我沒用 既然君父駕崩 你一定會把持朝政 現在我回去只不過是送死 但是如果你不趁這個機會回國的話 我看你這輩子也沒有機會 現在有兩條路你選擇 第一, 一生留在重國屈屈已終 第二, 立即回到進國 召集朝中大臣 剷除離機無止, 然後登基 一生一死 公子是明智之人 應該懂得怎麼抉擇 好, 俊厚 希望你能夠借兵助我復國 我們可以借三萬大軍給你 知不過… 知不過甚麼? 你登基成為進軍之後 割讓五成之地作為回報 不過不知道公子 以甚麼表示你忠心 秦厚, 我願意作妻而為人知 他若我真的能夠成為進國的君主 我必定割讓五成之地 以報秦厚借兵之德 好, 拐人答應你 多謝秦厚 終於可以報仇雪恨 為甚麼我們要把三萬大軍借給二人 主公有所不知 既然進後駕崩, 回國曾慧的 除了二人之外, 還有松義 若然松義他朝有一天能夠反國的話 這句才華必能振興盡國 對我們有所不理 這次我們借兵給二人 表面上就是助他回國服衛 但實際上就是利用二人借刀殺人 怎麼借刀殺人 除非松義不反國 否則他一定會死在二人 和我們三萬大軍的身下 我們回去吧 露草風大, 還要加醫 行了, 到時候我會照顧自己 爹, 你去哪兒, 孩兒也想一起去 爹去打仗, 你不能去 我又要去打仗 打仗很危險的, 你先長大一點 不, 孩兒是要跟爹去打仗 我又要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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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去 小兒, 回去 不, 我又要去 回去 乖兒子, 回去吧 小心點 乖兒子, 別哭 走 白皮先生 三公子, 讓我來介紹 這位是公孫將軍 公孫將軍, 你好 三公子 公孫子奉做主公之名 率領三萬大軍 跟隨三公子附進 現在大軍已經整裝待發 隨時候命啟程 那就有勞公孫將軍來了 三公子, 這裡有一套苦苦 你們兩位各佔一半共同領兵 他成功之日 你只需要把另一半交給公孫將軍 帶回來就可以了 有勞, 程Sir 謝謝白尼先生 還有, 公子這次雖然跟公孫將軍 共同領兵 但是三萬大軍, 畢竟秦人居多 而且一直都聽從公孫將軍之命 所以公子軍務 不必聽從公孫將軍之意 大家面相爭執 一定一定, 秦國對我的恩典 我嫌一定不會忘記 你應該不會忘記 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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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會忘記 阿姨自身, 萬死不葬 你本人負多年養育之日 君父 主公既已駕崩 公子難過亦無補於事 請公子你節哀 二公子, 主公一定是 被妖姬害死的 誰是妖姬 就是利用國的妖姬 豈有此理, 我們馬上 起程回去盡江 殺了妖姬, 為進後報仇 阿姨, 就憑我們幾個的力量 就可以殺了嗎 如果是可以的話 就不需要留在這裡 忍受屠殺這麼多年 我醒起來了, 主公 北敵王曾經答應借兵給我們的 北敵王是不會借兵的 為甚麼 進國比北敵 何止強大幾倍 若這次借兵反進失敗 可是他們會怕進國報復 到時候北敵王 就會永無靈人 當年北敵王打併借兵給我 而事後就絕口不提 其中一定是我自己的苦衷 好, 君子不強人所難 矮將軍, 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 是 大哥 鬼魏, 你來得真正對 我只在研究兵書裡面 一節變陣法 看得一看不明白 幫我研究一下 大哥, 你是不是有話要跟大哥說 是 那你說吧 幹甚麼, 幹甚麼不說 大哥, 我想跟你借兵 借兵 那就好了, 既然北敵王肯借兵 我們可以馬上回進國 你這麼高興幹甚麼? 進國有個夫人在等著你嗎 不是一個, 很多個 家裡的夫人 臭, 你又亂說話 真是抵達… 我差點忘了我們這位嫂夫人 原來是粗情 真的不會合她的粗 好 好 大哥已經答應了借兵給你 為甚麼你這麼不開心呢 我現在正在考慮 到底應不應該犯禮 為甚麼 第一, 你的病又沒好發 我又放心不下 第二, 我拼回去之後 三大再次誤會我 跟他爭細子之位 二公子, 我們這次回去進國 是回去查清了主公的真正死因 而不是回去跟三公子爭位 況且, 新生細子死了之後 二公子你就居長了 理論上很應該由二公子 你繼承進候之位 不賀, 大哥已經先去 而且細子之位 你又是齊齊接本了 俊侯已死, 為人指者 是很應該回國奔喪的 俊侯之位, 我們可以容後再談吧 是, 我不管誰是細子 總而言之二公子你才德兼備 我毅籌就第一個拜佛了 現在俊侯死了 這個位子應該由二公子來做的 你們說是嗎 不行 從以何德何能呢 三公子, 參見主公 三位, 請起 謝主公 好, 我們明天就返回進國 好, 你們真的打算明天返回進國 不錯 貴毅和叔毅是否同行呢 我看兩位公主留了不敵好一點 等從要安排之後 再接他們也不遲了 這樣也好 大王, 至於借兵一事 借兵一事, 貴毅已經跟我說過了 我打算調派一萬大軍給你 你覺得夠不夠 大王 大王 大王, 萬萬不可 大王 自從齊國攻打我們之後 我們國力未復, 元氣大傷 若然借兵攻進 齊國乘機攻打我們 我們就不堪設想, 大王 請三思 大哥, 當日齊國攻打我們 是因為我們侵入中原 而現在我們沒有踏入中原半步 齊國乃中原盟主之國 絕對會自重身分, 不會攻打我們的 大王 凡事小心為重, 以賊萬全, 大王 大哥 你們不必爭執 重宇公子, 我們北敵國的確是國氣未復 大王, 你不如再去北敵國 多住一年半載 等你國力恢復之後 才借兵給你回盡國 你覺得怎麼樣 大王, 重宇歸國深次 至於借兵一事, 就當我沒提過了 大哥, 你曾經教過貴藝 要講信用, 遵守諾言 你曾經說過借兵 但是現在反口, 豈不是言而無信 我不是說不借兵給他 我只想說遲點借給他 那怎麼算是言而無信呢 但是… 大哥決定的事就是這樣 你不必多言 公主 你醒了 你醒了 沒有甚麼事吧 對不起, 我幫不了你 怎麼說這種話呢 你休息一下 你們打算怎麼樣 我們決定會說 那你們甚麼時候起程 今晚 為甚麼這麼急, 要連夜趕路呢 我空逢軍務, 會對我們不利 夫人, 不要再送了, 回去吧 是呀, 無謂嘛, 送來送去 始終是分手了, 回去吧 我用好保重 你也是 你辦完事之後, 記得馬上回來 你放心, 我一定盡快回來了 好了好了, 我們起程了, 起程 好重 來吧, 我想 направnia, 我趕快 大一 mil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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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怎麼樣? 夫君走了沒有? 走了 走了 兄妹骨肉情重 相信不敵王不會傷害兩位公主 其實你們不用這麼擔心 好了, 我們上路了 主公, 應該快有大風雪了 好, 那我們先找個地方紮人給一避吧 嘉先生 怎麼樣? 我們將會有一場災劫 而這一場災劫 還會有性命之危 介先生 照你這麼說 先君之死真的跟妖姬有關嗎? 照列文所示 這一場災劫 是我們未進進過之前發生的 那會不會是那個妖姬 知道我們準備回去 所以派兵難途撤殺呢? 嘉先生 有甚麼辦法可以逃過這場災劫? 列文來到這裡就模糊不清 難以推斷 我們真的要在這裡聽天由美? 嘉先生 魏兄 這次回郭賓桑 是從已一個人的事 兩位大學不必跟他… 主公, 你這麼說 太太在下不起了 不錯, 我們雖然是草莽之夫 可是絕非是一個 貪生怕死的人 對了, 我們能拜你做主公 就一定誓死追隨 好, 既然兩位意向如此 從已就感激不除 主公嚴重 對了, 時辰都不做了 大家互人休息 我們明天早上再趕路 好, 再下降胎程 來看看 公主 叫主公出來 主公 魏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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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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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 老公, 趕快醒來 你沒事吧? 我…我還沒死 你不會死的 我見你, 就算死也死也沒有 貴魏公主, 我有件事想問你 叔毅他現在怎麼樣? 叔毅 叔毅很好, 你沒事 你安心吧 貴魏, 你怎麼這麼傻 明知自己有病 總之你跳跳地找我 我知道 你不會帶我和你們一起上路 而且…大哥, 我也不肯借兵給你 我帶了六個氏為你 他們那個…都沒有這麼高的 而且…對付個人你…很敬佩 他們一定會對你忠心疼疼的 夫君… 你帶我上路 你帶我上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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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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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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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